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 应该跟那三个恶魔是不同的吧 那个 乞莲少爷 刚刚 我不姓乞莲 我孙母姓 姓楠 原来如此 我曾听说五大家族之间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为了避免家族内部出现子嗣产 绝不允许双生儿的诞生 我原本还好奇 乞莲家怎么会违背规定 给两个孩子都冠上乞莲心 原来 南风根本不信乞莲 想必 当我叫他乞莲少爷的时候 他的内心 应该很抗拒吧 抱歉啊 南风少爷 没关系 虽然他看起来云淡风轻 他那双冰魄般的眼里 却透出浓浓的哀伤 毕竟 不被冠以淒莲心 就以为 他不是淒莲家的人 你 你们两个怎么会一起回来的 我回房休息去了 我去做饭了 喂 臭丫头 你这一下午都跟风那家伙 跑哪儿去了 小洛西 你下午跟风去约会了吗 小洛西 你怎么不理人呀 真没想到 北野鸣跟御龙邪竟然会那么八卦 追问了我一个晚上 洛西 那 南风少爷你 你怎么突然来了 当然是因为 对了 说起来 我还没有谢谢南风少爷 带我去了医院呢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要被淒莲夜那个混蛋 耍一辈子了 你很讨厌夜 那个混蛋 可以说非常讨厌 为什么 因为他经常欺负我 戏弄我 而且 不过 现在周明了 我的初吻 不是给了混蛋七连夜了 我心里舒服多了 还怎么样 是这样吗 还是 这种呢 那 南风少爷 你 不对 不对 他不是南风 而是 你根本不是南风 你是七连夜 宝贝 你放心好了 以后 我会加倍地欺负你 戏弄你的 当然还有 为什么 为什么七连夜要几次三番地对我做出这种事 果然表姐说得没错 他天生就是个浪荡的公子哥 我真是受够了 七连夜 我讨厌你 我讨厌你 你给我出去 发生什么事了 他俩的气氛怎么怪怪的 连你都看出来了 没事 走吧 该死 话说 夜 你跟洛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那个女人居然敢瞒着我单独跟风一起出去 我只是教训他一下而已 教训他 燕 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 怎么可能 我怎么可能 是那个女人的醋 走 收拾好了吗 差不多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 小洛西 你昨天下午没来上课 所以不知道 今天是学校的野营日 野营 快去收拾准备一下吧 少爷们出来了 今天少爷我爱你 少爷们太傻了 各位同学 请让一让 少爷们要出行了 这么不易啊 这就是我每天必要的工作之一 除了要照顾他们起居外 还要驱赶这些脑残粉 我哪装 你的 你 你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